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神二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 我是310 那么这一次也是拖了很久啊 上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我说了这个红婚数呢是两万 刚好 那么这一集开始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红婚数是两万两千多一点 这多出来的这两千是哪来的呢 并不是金手指啊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在第一次遇到赛瑞女瑶的时候 升级立下这个雅典娜之刃 对吧 那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玩到这儿呢 就刚好差那两千点红婚 所以说呢 我就从那个存当点重新玩了一遍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武器都是 武器魔法都是一级没有升级过 那至于说我要这两万两千点红婚干什么 那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这边依然是欧绿阿勒的声音 他说你所做的一切都令我折兽 然后他说第二句话 我一直没有听清楚 好像意思就是说 他想要用魁爷来献祭这个命运三姐妹 然后他最后说 Kratos你的生命快要到终点了 好 然后天花板上的这个刀刃呢 大家尽量不要着急慢慢爬 被这个刀刃刮到两下 在高的难度下刮到两下就挂了 然后这里咱们下来开一下绿箱子 然后到前面去转这个摇坝 这个机关呢 转一圈以后赶紧跑到那个过道里头 然后是先拉这个拉杆 然后再去抬那扇闸 这个你只要操作不失误的话 时间是肯定来得及的 所以说没必要太着急 就像这样 好 那么到这里呢 咱们插播一个小插曲 在这里头是有一个bug的 也就是穿场景 首先站在门的这个位置 使用三角形长按 到最高点呢 换成锤子 按下L1 举起锤子的一刹那 按暂停 然后伸直一下锤子 这样我们退出菜单 就可以再跳一下 扒上这边的这个盐 然后往这边水池这里跳一下 这个位置比较难把握 大家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如果没跳成功呢 可以用暂停restart 也是从这个地方重新开始 那么有了这个bug以后呢 咱们现在就进入这样一个游泳的空中悬浮的状态 有这个状态呢 想去哪去哪 也是中途可以存档的 然后咱们就直接跳过了这个美杜莎的boss 跳过了这个欧绿阿勒 直接来到了这个解谜的场景 当然这个解谜的场景也不用解 可以直接穿越掉 那反正有了这个穿越的这个bug以后呢 大家想走TA的话 可以去参照那个应该也搜得到吧 就是战神2的邪道最速 具体后面那些路确实是非常难走 我也没有试过 所以说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那这里的这个bug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二周末的时候 让这个无限魔法一直持续到最后 就是在马车夫那儿 直接这个走斜道高跳 绕过这个马车夫 这样就避免拿到克罗诺斯之怒 然后在美杜莎这儿呢 继续绕开美杜莎 然后就可以这个一路魔法 无限魔法一直到这个最后 拿到阿特拉斯大地震 那刚才那个状态如果是跳到水下 或者操作机关呢 就是会取消一切恢复正常 好 然后咱们再来看这边正常的流程 刚才这个被砸碎的这个人呢 他这里最后写了一份遗书 说我是所有人剩下的唯一一个了 唯一的幸存者 他说我估计我是见不到这个命运三女神了 好 咱们咱们正式开打这个奥吕阿勒 这个肥美杜莎 那咱们现在有金羊毛呢 就要好好利用 利用这个反弹 圆圈连点呢 还是可以给他造成伤害的 然后注意他这一招 如果没有这个顺时防御的话 要这个赶紧跑开 因为他后面那一下砸尾巴是无法防御的 然后主攻武器依然是选锤子 如果说是这样那个及时防御到的话 就可以按方块反击 按方块反击那一下是无敌的 咱们主选武器还是锤子 因为攻击力高 但是要注意就是锤子不能翻滚 所以要翻滚的时候 还是要按R切换回这个亚迪娜之刃 好 这个很快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呢 这个欧利亚勒他会跑到柱子上去 绕着这个柱子 然后会用尾巴甩我们 还会放这个石化光线 那甩尾巴的话直接这个金鸭毛反弹 然后这个石化光线的话 按照我这个走法也是完全可以无视 看他要放的时候呢 先切换回这个亚迪娜之刃 翻滚一下 然后再跳回去 空中利用这个三角形滞空一下 这样这个石化光线是刚好照不到你 不用担心这个跳起来空中被石化 当然你不能跳晚了 跳晚了的话就会被空中石化直接摔碎 这个还是挺那个傻的 先翻开 然后再跳跃回去 这样就可以刚好躲开那个全屏的石化光线 好 他放这招呢 咱们要二段跳起来躲避 然后之后还可以用空中LE给他一下 他又来 美杜莎总的来说 或者说这个欧绿亚勒总的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BOSS OK又出提示了 咱们把这根柱子也拉断 那战斗就进行了最后一个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 咱们还是毫无悬念的使用暴气 硬扛 可以看到四锤就可以出这个QTE提示 然后最后这个四架QTE以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欧绿亚勒的脑袋给扯下来 好 那么咱们也是获得了第三个魔法 也就是欧绿亚勒的凝视 也就是石化光线 好 这边也是蓝魂绿魂这个暴气槽全部毁满 然后这边呢就会刷一些杂兵 让咱们试这个新魔法同时魔法是无限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这22000点红魂有什么用 先走到这个地方 使用这个刚才说过的斜道高跳 升级一下锤子跳一下 退出菜单立马跳 就可以扒上这个地方 再使用一次 再使用一次这个斜道高跳 那样就需要连续升级两次锤子 这个没有22000点红魂呢是不够的 好连续升级两次锤子呢 就可以使用这边失误了 咱们再来一次 那连续使用两次斜道高跳呢 就可以这个又掉到那个水里头进入这个悬浮状态 那要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之前宝箱一个都不辣 哪怕是你这个不升级武器 红魂也是只有2万左右 那多出来的2000我是在那个 其风的那个地方刷连击数 我还大家应该都记得吧 我那个那个地方说过 我这个刷了2000多的红魂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用这个bug呢 还要记得去那边刷一下这个红魂 刷2000多一点 我当时是刷到2000连击 然后刷了2000多红魂 这样的话红魂才够 到这边连续升级两次这个锤子 然后之后呢 就尽量往这个画面下方游 因为这边呢有一个强大的结界 咱们要绕开它非常麻烦 而且这个视角呢又非常弹疼 所以说大家就跟着感觉走吧 可以用用冲刺 然后这个上浮下沉 反正就往那个方向 走对方向就行了 最后是可以绕过刚才那个结界 直接来到那个全市水池的地方 这边好像还没有绕出去 这三个杂兵 好 这个差不多该绕出去了 再重刺一下 那用这个无聊的时间呢 咱们说一下这个欧绿阿勒的传说 也就是戈尔公三姐妹 把罐子全部砸掉呢 这个跳上来又恢复了正常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有留心 应该可以注意到 咱们现在是魔法无限 这样咱们就在这个原理其实和一代的那个魔法无限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在让你试用魔法的时候 你穿过那个戒铁 这样的话就可以一直魔法无限了 那根据这个战神二的这个特点呢 像第一次魔法无限到了拿到克洛诺斯之怒就消失了 所以说这一次的魔法无限呢 我估计拿到阿特拉斯大地震那个以后就也是用不来了 在这之前呢就一直可以保持无法魔法无限的这样一个状态 还是非常爽的 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这样这样做又不升级主武器 之前又要刷红魂有点得不偿识 这个就无所谓了 你不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当然我这边是展示一下有这样一这样一种玩法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走鞋道魔法无限的 因为特别是拿到石化以后这个魔法无限非常爽快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要穿越到各个水池这里 把这个东西给升起来 一根一根一根一共好像四根还是五根吧 那这边也没啥多说了 咱们继续来说这个欧利亚勒 欧利亚勒呢她是美杜莎的一个姐姐 美杜莎还有一个姐姐呢叫斯特诺 三个人呢一起并称这个戈尔公三姐妹 那这个戈尔公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长成这样的 身上都是鳞片然后是蛇的尾巴 这个地方要注意墙壁砸碎里头是有一个宝箱 本来是颗石化之岩 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千点红魂 因为咱们石化之岩是收集齐了 好忘记演示这个锤子了 锤子它是用右摇杆升到两级右摇杆可以放这个鬼魂 升到三级呢用L1加圆圈是可以同时放三个鬼魂 那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升到三级以后 这个攻击力非常非常恐怖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好那么这个戈尔公三姐妹呢 只有美杜莎她是凡人 其他两个姐姐呢都是神仙 那关于这个欧绿阿勒和斯特诺的这个记载并不多 主要这个希腊神话讲的是美杜莎 那这边顺便讲一下美杜莎吧 美杜莎她关于她的来历呢也有很多版本 那我比较倾向于 毕竟说这个版本之间也是互相没有人证明哪个版本是对的 哪个版本是错的 反正都是传说嘛 那我比较倾向于这个 其中一个版本就是说 那个美杜莎呢她原来是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子 然后呢她这个非常高傲啊 她觉得自己比亚迪娜漂亮 那亚迪娜呢就非常不爽了 就把她变成这个怪物 那大家说到底是谁长得漂亮呢 说要是亚迪娜比美杜莎漂亮的话 又何必底气不足对吧 把人家变成怪物 那么美杜莎变成怪物以后呢 也是后来被这个帕尔修斯 也就是阴仙座给干掉了 那这个阴仙座帕尔修斯呢 一会儿应该是下集 咱们也是会遇到 这个遇到的时候再跟大家讲 这个帕尔修斯和美杜莎之间的 这个纠结瓜葛 好这边可以看到三锤 就可以使这个新的 这个敌人出硬直 出这个QT提示 好这里咱们用一下时间变慢 然后放这个美杜莎的凝视 全部实化 然后跳起来空中一个LE 全部打碎 非常爽快 好继续 这个老战术 这个放实化光线的时候 切换目标是用右摇杆 这个射箭的时候也是一样 切换目标呢是用右摇杆 有时候你瞄准的那个人 不是你希望瞄准的那个人 好这边还会说 抓这个新敌人 两锤三锤好 速提示 以后咱们这个锤子就成为主打武器了 好放下这个LE加圆圈 不过这个鬼魂呢 主要还是一个牵制作用 特别是对于这种大型敌人 他不太容易出硬直 所以说这个LE加圆圈 也是比较浮晕 咱们还是三锤搞定吧 好这边封印解除呢 继续来推这个摇杆 咱们这边伸起来的是最后一个 但是这个石柱呢 他看到是个断的 所以说他伸上去以后马上会缩回去 这里就需要使用时间变慢了 好赶紧往上走 沿着刚才的梯子爬上去 刚才梯子后面上去以后 后面有两个红温宝箱 这个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开掉了 这个一定要时间过来开 你要是在一边完成这里的机关 一边去开宝箱 那个时间会来不及的 上来以后 这里又有一个这个时间变慢的雕像 所以说又可以使用时间变慢 那两次时间变慢以后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那只要这个绕过以后呢 其他的都不会缩回去 所以说无所谓 可以慢慢来 连续几次这个百度以后呢 就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先开两个宝箱 一个是红温 一个是凤凰羽毛 好跳过去 这边就是终点了 好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前面呢有一个拉杆 拉一下呢 这个门就会关上 然后这个平台缓缓上升 刷出一大堆这个小狗 小狗现在就打法就比较随意了 对吧 大家像刚才那种情况 其实可以放一个科罗诺斯之怒 多放几个科罗诺斯之怒 这样连续数是非常高的 好这个锤子打狗是非常轻松的 好然后这边这个平台呢 就会缓缓向上 一直到了顶上 所以说在到顶上之前呢 你一定要把所有敌人清干净 然后到顶上以后 自动触发QT 点按圆圈 这个时候如果狗上来咬你一下的话 你就挂了 所以说狗要清干净 然后这边又会刷两只 可以利用石化 然后这个直接打碎 然后这边又上去 再利用QT 这里一共要顶四次 好又是狗 咱们放三个科罗诺斯之怒 再配合砸也是可以的 好这是第三次 好这边呢 直接用一个L1加三角 也是可以干掉的 好四次顶完以后呢 就可以从前面那个门里走出去了 OK 好前面呢有这个蝙蝠 哎放错魔法了 这边咱们用这个美毒沙 美毒沙的石化光线 把他们直接这个掉下来摔碎 刚才那个因为是低空没有直接摔碎 咱们再来一次 直接摔碎是有这个15点奖励的 哎不过刚才那个好像没掉啊 这里独木桥过来呢 是继续攀这个墙壁 好然后到这里呢 这个绳索上去是有好东西的 大家千万不要路过了 OK 然后这里的这个凤凰羽毛和红纹宝箱开下 这个红纹我估计也是实话之眼吧 他刚好是1000点红纹 OK 那么继续前进呢 这里就会有一个石头的米诺牛 这个之前大家也是遇到过的 但是这一次呢 我因为想用锤子打 所以说打得非常非常久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打这个家伙 大家最好还是用这个雅迪娜之刃 还是用老套路最好 这边因为有这个鸟干扰 所以说大家要么把他们石化掉 要么就这个捉下来扯碎 你离他远呢 他就会扔石头 这个非常讨厌 要离他近一点 然后领誘他出那招转圈的那招 哎 出了 这边刚好被这个鸟给抓住 这个石头躲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早翻滚 锤子砸 锤子这个攻击力 还是非常高的 哎 这个时候站位不太好 刚好被他这个手掌给压住了 然后就中了那招这个转圈 瞬间这个HP见底啊 哎 反正这个 这个敏诺牛打的真的是非常炯 大家就就不要模仿了 这不是正确的打法 正确的打法 我第一次遇到这个家伙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 我第一次遇到这个家伙的时候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 空姐 空姐 我给你拼了 哈 千锯一发 好 四个QTE 这个时候要是按错一下QTE就内牛满面了 好 这个鸟 哎 这边等他变成绿魂开掉 打这个石头的米诺牛也没有特别好的这个魔法 也就大家用这个武器慢慢磨吧 这个存档点咱们无视 然后前面呢会有地上有一大堆这个骨骸 大家应该预计到他们一会儿会复活 也就是等咱们走过去以后才就会复活了 那对付这种骨头呢 最方便的就是石化 这个就算你没有这个无限魔法也是可以这样打的 那当然你不可能像我这么浪费 你得把这个骷髅全部聚聚 然后一次石化掉 这前面应该还有漏网之鱼 果然 哎 哎 空中L1这招真的是非常实用啊 好 这里咱们看一下这个美读莎凝视是可以升级了 咱们升到二级 升到二级的这个美读莎呢就更加比T 可以用这个L2加三角形放这个一束的瞬间石化光线 当然这个耗膜也是比较多的 不过咱们现在无限魔法所变它耗 这个魔法在二代当中叫做欧绿阿勒的那个脑袋 哈哈 但是这个叫法比较二口 我就还是称它为美读莎好了 好 这个螺旋楼梯的场景跳上来 这个以后呢有一个机关 哎 然后上面的台阶呢也降下来 这个场景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了 在一代的这个雅典广场也是有这样一个机关的 好 咱们又回到了这个叫命运的中庭 那么这里呢咱们还记得应该还记得这个打野蛮人酋长那儿是有两个宝箱 当时是直接被那个野蛮人首领的马给拖走了 没有开 那么这里咱们回来开一下 这个宝箱千万不能错过了 首先是左边这个是盖亚宝箱 这个盖亚宝箱的游戏当中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呢是大量的红魂 第二个呢是这个让你的HP槽增加一级 然后第三个呢是让你的这个蓝魂槽 也就是魔法槽再升到最上限 一共三个 刚才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我失误了 这游戏呢它是不能判定就是两个箱子同时在出魂的 所以说我第一个箱子没有那个魂没有停下来 我就这个开第二个箱子了 这个地方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这个两个箱子打开一共才只有四千红魂 这个有点问题 然后这里我就restart一下 咱们重新开一下那个宝箱 所以大家去的时候 记得要先开右边再开左边 右边这个呢本来是一个珍贵宝箱 应该是个实话之言 那么现在咱们实话之眼 收集齐呢所有的这些宝箱都变成了一千点红魂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先开这个一千点红魂入手 然后再开这个盖牙宝箱 这个三个盖牙宝箱呢就分别对应那个 战神一里头的那个谬斯房间 谬斯房间也是有三尊这样的雕像 分别是大量的红魂和这个血槽魔法槽增加到上限 不过战神三里头好像就没有这样的东西了 好可以看到这样一共是获得了五千五百点的红魂左右 如果像刚才的话我就少拿一千点 还是比较亏的 所以我重新restart一下 好然后走这边 哎呀这边没有来得及防 这个喷火的这面墙壁呢就可以用金羊毛直接给反弹死 然后沿着这边的墙壁慢慢攀岩过去 然后这里头是有两个一个蓝魂一个绿魂咱们就无视了 这边往下跳 哎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啊继续前进呢是有弓箭手 哎这边按错了想直接按圆圈的按了三角形 弓箭手直接拆掉 然后再往前走呢就会刷弓箭手和武器大师 那武器大师咱们直接实话 没啥好多啰嗦 哎这个 前面的这帮弓箭手实在是非常烦人啊 好然后这里要切换成这个弓箭的魔法 哎又被他们射了 可以看到高的难度下就算是这种低级的杂兵 被他们这个轮番打到也是这个非常疼的 现在HPU不多了 好这里这个地方呢爬上来是有两个红魂 一个是一个是真红魂宝箱 另外一个是尾红魂宝箱 这个比较少的呢就是真红魂宝箱 那个尾红魂宝箱呢就是这个实话之演变 好这里咱们可以升级主武器了 升级一下这个多年不用的雅迪纳之刃 好雅迪纳之刃这个升到三级基本上招式就够用了 剩下的那个第四级和第五级新开的招式 一个是按住方块一个是L1加三角都不是非常实用 主要也就是为了他那个爆气以后放的那个大卷大旋风 这个以后有机会应该是会给大家演示的 所以说雅迪纳之刃咱们升到三级以后就可以停止升级了 接下来就是升那个 美都沙 然后就是升阿特拉斯大地震 有这个昏昏赋予的话 再去升级那个雅迪纳之刃 毕竟说这个雅迪纳之刃等级再高 这个攻击力也是无法和这个锤子比拟的 好这边又刷这个鬼魂敌人 现在咱们有实话 一点都不怕他们 也不用什么空中连字之类的 好刚才这个大家应该听到有个声音在说 那个外面有人吗 我听见你咯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阴仙座帕尔修斯 咱们下一集要对付的boss 也是传说中杀死美都沙的英雄 好这边四个鬼魂全部干掉 他说请你帮助我一下 我被困住了 咱们先不去理他 当然现在也理不了他 咱们现在上不去 好 这里是一个蓝魂一个绿魂 那么咱们就无视了 然后往右边走呢 这边会刷新的敌人 是这个叫召唤师 这个召唤师的话 他是会召唤迷诺牛 咱们速度过去 先把这个始作俑者 这个召唤师给他干掉 直接投机就可以了 我想空中石化的 没有成功 好这边又刷一个 继续这个投机 圆圈连点呢 然后把它跳空以后 连按跳跟上去 跟上去以后呢 就可以用LA加圆圈 还可以接空中的圆圈投机 刚才那个就是空中的圆圈投机 还是 这个 挺精彩的 就像这样一架 把它干掉是会掉蓝魂的 也是不错 好在他招敌诺牛之前呢 把它干掉 先不要管那个敌诺牛 OK这个是地对空投机 也是给大家演示过了 刚才那个是空对空 现在这是地对空 然后这个是最后的投机终结 好那么对付这个魔法师的 所有的这个投机 都给大家演示过了 以后碰到我就直接实话了 好敏诺牛是直接实话 没啥我多说的 OK然后这边敌人清干净的 先把这个石座给他移到这个平台上头 然后再把这个石座给踢过来 好 然后再来转这个摇霸 这边卡了一下 最近PS3的手柄也是感觉 左摇杆已经没有以前这么灵光了 毕竟也是服役了两年多了 好这里这个 用这个方法呢 先把平台升起来 然后用下面这个基座去卡 卡住这个上面这个降下来的平台 就可以一路上来了 这边壁画好像讲的是宙斯 为了这个奥林匹斯的命运 他去求这个命运女神 看来宙斯也是向命运女神所低头的 好这里鸿文宝箱开掉 里面好像是一个杂兵在和一个斗士在和杂兵纠缠 这里又可以升级主武器 那么亚迪娜只能升到三级 也是开出了那个非常强力的三角三角三角这招 好像叫海格丽丝的灵魂吧 好咱们下一个目标就是8000点的这个三级美杜莎 好一个是LA加方块这个也是老招式的 然后是三角三角三角非常强悍 好然后到这个地方呢会引一波敌人 咱们还是用石化 这里呢大家注意听这个BGM 这个BGM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听 但是我下了这个战神123的这个原生级 但是都没有这个曲子 所以我希望如果能知道这首曲子叫成名字的同学呢 给我留下言帮我个忙 这边这个曲子到底叫啥 这个曲子第一次出现先看这边 这边呢是两个羊头萨提 这个石化是最方便的打法 但是我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头计呢 也是试了一下 事实证明呢这个头计伤血非常不明显 我这个按的累死他还不死 还没死 不像三代是三个头计直接搞定 那之前这个音乐呢 第一次出现是在二代的这个刚上创世道 也就是完成空中飞行战那一段 上来是有几个杂兵 也是有这个音乐 然后第二次我听到呢 是这个奥林匹斯之恋PSP上那一座第一次和这个剑池斧打的时候是那个音乐 好然后这个刚才和萨提打的这个BGM是另外一首这个我是知道的我不是指这首我是指刚才上面的那首 好这里把这个东西往回拖一下跳到上面还是有一个宝箱大家不要漏掉 那第三次听到呢就是战神三这个走过波赛东的房间以后后面的那个大转盘那里就是这个BGM 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次的这样一首音乐在三座的这个BGM里头这个OST里头都没有收录 好这边把这块石头踢下来踢到这个梯子下面咱们就可以垫脚爬上去 不过这个呢就是下一集的事情了 咱们这里先存的到 那么下一集也是有一个boss 就是阴仙座这个帕修斯 那敬请大家期待这一期节目呢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一期再见